如果有不同的格式顯示的話 當然如果我不希望土法煉鋼 那該怎麼做 我這邊DEMO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第一個 跟之前的邏輯有點類似 先DEMO就是還原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之前講的 主要是針對某一列的範圍去做判斷 那現在呢 某一欄 那現在是針對A欄到L欄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是把每個資料裡面 把他資料抓出來之後 判斷一下他是不是禮拜六 或禮拜天 如果是禮拜六的話 那給一個格式 如果你是禮拜天的話給一個格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該如何撰寫 這邊是做好的 直接按下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一樣就是先判斷 先給一個迴圈範圍 那範圍的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是針對 需要把資料抓出來的範圍 先取得他的儲存格內容 那這個程式如何撰寫 第一個一樣 我們等一下要寫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叫做格式化日期 一個叫還原格式好了 就還原按下去 自動還原 這個格式化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格式化日期一樣寫個Sub 所以一 先開啟那個Video Basic 二的話呢 一樣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模組 插入模組 當然因為這個範例前面我們有寫過啦 一個這個這個那個 Dedif的這個部分 當然如果你想要繼續寫也沒關係 或者是說你想要把它寫在這個底下 另外一個起一個模組也可以啦 我這邊是把它分開來 那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另外再插入一個模組 那我撰寫的話 第一就是寫一個Sub 名稱叫做格式化日期 就這一段 那這個還原格式在這裡 所以我假設我要重新撰寫的話 那我就是這邊把 這邊開一個 寫一個什麼 那個 這個 Sub 格式化日期 Enter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 把那個 EnterSub 它自動會產生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按照剛剛講的那個邏輯啦 第一個的話就是 你要先讓它知道說你的範圍在哪裡 那一般的話呢 除了說我們之前 寫的程式裡面有那個 For i 之外 其實今天的話會多一個 For j 那什麼叫For j 其實主要就是 i的話是它的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呢 我們一樣 先寫一個for 那我們的 這個 列的話呢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 第幾列呢 第32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OK 那理論上沒有問題 Ctrl向下 到32沒錯 32列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 會多一個 因為將來 我們處理資料的範圍 不是只限單一一欄 而是多欄 那多欄的話呢 它當然這個 這個顯示的是A1到L啦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程式裡面 你不能用那個數 用文字 只能用數字 所以我們用第幾欄 for j 等於第一欄 第一欄就A1 到 第L欄就12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你要取得這個範圍裡面 所有的儲存格 你就打一個Sales 刮虎哪一列 第I列 那I會在2到32之間做變化 逗點 J J的話呢 會在1到12欄做變化 所以其實這個也就是說 這個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所有的儲存格的意思 那它會先從這一個開始 一直往右 到第12月 再換下一列 直到跑完維持 那我們呢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取得這裡面的資料 那只是說 我取這個資料幹嘛呢 當然我要判斷 它是不是禮拜六 或禮拜天 所以我們用邏輯法if 如果 這個儲存格 是不是禮拜六 那怎麼寫 其實同樣的 同樣的在那個VBA裡面 一樣會有個 函數叫weekday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打一個weekday 或者你可以在這個前面打個VBA也可以 它在VBA點 它一樣你打個W 它一樣會出現weekday 這個方法的話比較脫爛 因為你就不用打weekday這麼長 的一串 你就直接怎麼 點兩下 它就weekday VBA點這幾個字不打沒關係 打跟不打都沒關係 然後刮虎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這裡面取得的資料 這裡面取得的資料 放在這邊呢 讓它判斷一下 它是禮拜起 那禮拜起的話 如果這個規則跟前面講的一樣 如果是 假如說 這個資料 過來的時候 如果說 它得到的數字 假如說是1的話 那就禮拜天 一直到禮拜六的話是7 OK 所以呢 那我們怎麼判斷是禮拜六 當然呢 如果它的這個weekday的結果 假如說等於7的話 那表示說它是禮拜六 then 然後 那做什麼呢 我們先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做什麼事情呢 那我們前面 如果說你要設定字的顏色 字的顏色是深綠色 然後呢 底色的話呢 要設定為淺綠色的話 前面我們好像有講過類似的 比如說 禮拜六 那我希望給它的顏色是 什麼顏色的話 那如果你不知道深綠跟淺綠 顏色怎麼定義的話 我前面講過顏色就是RGB 那你有個方法就是說呢 你可以點其他色彩 找到深綠色這個好了 找到設定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深綠色的話 那它這個紅跟藍都是0 綠色的話呢 如果越低的話 它越深 所以喔 大概我們取一個 比較好記的數字吧 深綠的話 就0、100、0好了 如果它淺綠的話呢 就往上拉 淺綠的話呢 你會發現 那綠的話就是固定25 那 這個數字的話 剛才記100好了 紅色跟藍色 假設是100 那就淺綠 所以喔 0、100 0、100、0 就是深綠 100、25、100 那就是淺綠 那如果知道這個規則的話 那把它取消 那就把 剛剛的這個規則填到這邊來就可以 那我怎麼知道 深綠色的話 字喔 前面好像講過 Sales 的 字的顏色就 Phone Color 那記得 瓜糊先 可以先不打 沒關係 Phone Color 點Color 記得最後那個 瓜糊一定要補上 等於RGB 如果是深綠色的話 顏色的部分的話 就是 我們剛好講R的話 就紅色 那如果要深綠色的話 紅色沒有0 那綠色的話就是100 然後 這個 這個 藍色就0 就是0 100 就是把RGB 三原色填上去 記得最後這個 瓜糊把它補上 其實或者你自己打完 也可以啦 如果你背得起來 記得起來的話 那就直接打完 它就是字的顏色變深色的意思 再來 底色的話就是 Sales 點 它的Interior 點 Interior 這個 The Color 就點什麼 點Color 點Color 等於什麼呢 等於RGB 那其實就這一串啦 我得把它複製過來 把它改一下 那我剛剛講過 淺綠的話就是100 然後綠色的話就是255 藍色的話也是100 這樣比較好記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就是說 把資料一個一個帶進來 然後判斷是不是禮拜六 如果是的話就幫我把禮拜六的顏色 改成字是深綠 底色是淺綠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執行的話會發生錯誤 什麼地方會錯呢 這個地方 當然第一個 全部都變綠色了 為什麼 因為剛剛刮斧這個外面 忘了加 第二個錯誤是爭錯 爭錯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有一個錯誤發生 它告訴我們說 油標如果放在Sales IJ裡面 它得到的是空的 意思就是說 有幾個儲存隔裡面是沒資料 但沒資料如果你把它 丟給weekday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所以怎麼辦 這邊的話我先停止一下 OK 先解決剛剛這個問題 記得這個刮斧 記得要把它補上 忘了補的話變這樣 那這樣怎麼恢復呢 沒關係全選 把它底色 改回 應該是無填滿就可以了 好就恢復了 但另外衍生的就是上面這個顏色 不過這個顏色的話 我剛剛有沒有 沒有 我還有其他 我有把它複製 所以我乾脆拿前面的來 先拿來用 拿這個 趕落實 所以你練習的時候 最好是 把這個工作表先複製再練習 不然的話如果出錯的話 要還原 會有問題 因為VBA有些地方 它沒辦法還原 剛剛出現錯誤的部分 主要是 執行 它其實是有跑 錯是錯在哪裡 I是第30列 J是第二欄 J是第二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I就是列 第30列 欄是第二欄出現錯誤 你可以按照它給的訊息 它給的錯誤訊息 它停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原來是這裡出錯 這裡為什麼出錯 因為這裡是空的 如果你把空的資料 放在這裡 給weekday判斷 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它不能接受說 如果你給空的 所以怎麼辦呢 針對這個部分 那我們變成 我們可能就是要設一個 防呆機制的 就是在這個外面 縫迴圈再加一個 如果 一個關卡 如果這個裡面的資料 什麼裡面的資料 就Sales ID的追覽裡面 假如它裡面是空的 如果它等於裡面是空白的 就不跑 那所以怎麼辦 那什麼時候要跑 就是它不等於空的時候 空一格 然後 才會去執行下面的動作 底下一樣加一個Endif 那一般習慣的話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邏輯板 再向下一階層 按個TAB鍵 OK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當它這個裡面是空白的 那它就直接跳過去了 它就不執行底下的判斷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當如果你的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就是跳過去的意思 就是不做任何的判斷 那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來把它倒車一下 OK 因為這個是空的 所以它這個邏輯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不等於True 等於False 等於False的話 意思說它裡面是空的 所以它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跳到Endif 意思是跳過的意思 跳到下一個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不會錯誤了 所以變成說 再跑下一個 那一樣 30列 第三欄 所以就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它就判斷 是不是禮拜六 不是 不是就換下一個 那 直到全部跑完為止 OK 好 那禮拜六做完之後 其實禮拜天呢 也可以一併把它完成 怎麼說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這一段是禮拜六的判斷 那如果禮拜天的判斷 只要在下面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也就是把這個剛剛的判斷 把它複製貼到底下 不過這個階層跑太 把它back回來 這邊是判斷禮拜六 這邊是判斷禮拜天 那禮拜天的話 就是把這個後面的數字 禮拜六我講過 禮拜六是七 禮拜天是一 然後呢把它改成什麼 字的顏色改成紅 紅的話比較好記 就是最大惡物 然後呢 後面的東西都沒有 零零 那底色的話 如果黃色的話 記得紅配綠 紅色惡物 綠色惡物 然後這個藍色就沒有 那當然如果你記不起來 沒關係 你可以從那個剛剛的那個油漆桶 我剛剛設定的 常用油漆桶裡面 一樣可以填其他色彩 找到黃色 自訂這邊也會有答案 OK 按確定就可以 取下就可以 大概如果想要知道RGB的顏色 最簡單就從這邊 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那個相關的數字 那這個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特別注意 4 這個是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OK 把它執行給各位 執行 那在禮拜天 又全部完成了 OK 那 這個是列回圈 哪一列 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蘭 第一蘭到第十二蘭 那當它不等於空的才去做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它是禮拜六做這個事情 禮拜天做這個事情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快的把 這裡面的資料 就全部都判斷完成 所以執行完畢就可以看到 禮拜六一個格式 禮拜天一個格式 那如果要清除 把它的格式清掉的話 幾個方法 當然你可以直接 把這個還原格式的話 把這一段 複製過來 那改成什麼 這個還原格式 還原格式 然後 其實只要做什麼 其實也不太需要再做判斷 就是把它恢復啦 恢復的話就是顏色 顏色把它改回什麼 我前面有講過的東西 就是 字把它變成黑色 黑色的話就全部零 在這邊不用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其實 就是這個判斷的部分 只要判斷是不是空的 空的就不做 然後 這個底下的話 就是留禮拜六的字的顏色跟底色 好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把這個 的 階層 喜歡上把它 SHIP加TAB 上一階 然後把它的 字的顏色改為黑色 它原來是黑色 改為黑色 那底色改成沒有 沒有的話 Color我記得是XLN 沒有顏色是XLN 這樣 那這樣的話 就把這個範圍的所有的 這些 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OK 那最後再做一個按鈕 格式化還原 格式化還原 OK 但是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還原好像反而又比格式化還更慢 應該更 那為什麼會這麼慢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 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 去把它恢復 所以其實會做比較多的工 那我是比較建議 如果說假如呢 你希望快一點的話 可以把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的動作 換成Range 可能會比較快速 那至於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先完成剛剛講的部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那個Sales 改成Range來做 效率會比較高 另外我是建議 如果你寫完這一段程式之後 建議也可以加上註解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這一行 這部分程式比較不在行的話 你可以找到雲端白板上面 的第12頁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寫出來的 Ctrl-C 所以如果 假如你寫得比較慢的同學 你可以拿這個來參考 Ctrl-C貼上 我是建議可以在這上面呢 自己再加上一些註解 OK 也就是說你將來回頭看 會也比較清楚一些些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希望效率真快一些的話 可以把Sales 改成Range來完成 OK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格式化 跟還原格式部分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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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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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